好 紅棠 紅棠 紅棠她剛才穿的呢 我們 她是穿一個短板 然後高腰的牛仔褲 她高腰的那個牛仔褲 有很多的細節 對一般女生來講 會覺得那個細節 可能會掩飾掉一些肉肉 可是有些時候你在側面看 所以會覺得她變成吐司人了 反而側面看會更厚 所以呢 她挑的這一條 她也是中高腰的剪裁 但是是素的 她整個的腰線的兩側 其實你看 她是很高腰的 她是穿到肚臍 對 我肚臍在這 她是穿到肚臍 現在因為紅棠 她也是屬於比較豐滿的女生 所以太過豐滿的女生 其實不要穿太高腰 你要讓胸部跟你的腰頭褲頭 有一定的距離 人家才分得出來你的褲子 你的胸部 不然你整個滿出來了 也不知道桌子在哪 真的假的 好 了解 所以我幫她挑的 這個是屬於中腰以上的這種褲型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她的側面 你看 現在看她的側面 你看她前方的位置 是不是看起來就順很多了 對 就會覺得是自然的 這種女生的線條 然後你看 剛才我們在討論她臀的位置 因為不會穿得太高腰 你看她現在臀的這個比例 線條看起來是不是很漂亮 好像在拍牛仔褲廣告的臀 其實你原本的臀型 就條件非常好 只是剛才那個的腰太高了 會讓人家覺得好像你的臀 應該再高一點才會好看 高一點才會好看 然後我在幫紅糖搭配的時候 我希望它感覺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而不是覺得是太肉太羞 女人味 對 所以我搭了一個短板的T恤 裡面加了一個小網子 裡面加了一個小網子 因為我常常在路上看很多 女生穿那種短板的上衣 手一舉 對 直接露 你以後就看到胸罩 對 還有別的嗎 不穿 不穿 現在女生真的很穿 不穿 所以我裡面 其實如果說你自己 比較有自信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兩件的穿搭 你裡面這件可以再短一點 沒有關係 其實這樣子穿有些時候 它也可以去避免掉 你臀部的線條太寬 我現在把它的上身收起來 有一點點的修飾 好像打Shadow 好 來 下一組 請 我剛才說孝萱它是屬於 非常女人的身形 那麼女人的身形 有些時候 臀部如果沒有穿好褲 褲子沒有穿好的話 有些時候就會覺得 比較肉一點 比較肉一點 但是像這種身形 就非常適合穿靴型的牛仔褲 我們會看到 它這一條牛仔褲 跟剛才小Call身上穿的那件 喇叭 最大不同的是 膝蓋這邊是順的 它不會緊貼在腿上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正面或側面的時候 它的臀 腿 膝蓋這個部分 是順的 你看小Call的那條褲子 它從臀到膝蓋 整個是貼住的 我們兩個站在一起 你好小孩 對啊 好小喔 懂了 這樣分就懂了 對 然後孝萱 因為她的身形是葫蘆型的 透過了這種靴型的牛仔褲 其實是可以讓她的身形 屁股的地方的比例看起來變好 你會覺得 這個整個線條是順的 好像是剪裁過的這種褲型 一般我們在看 孝萱她身上穿的是這種 就是這個地方有一點點鬆分 然後下擺是寬的 一般來說 這樣這種靴型的褲子 因為它從上面到下面 它的落差不會那麼大 所以對於如果說 你真的看到個子比較小的女生 你買靴型會比喇叭來 單全一點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鬆分 會放得比較多 它不會一下子 所以你可能一下子 就把下面全部改掉了 對 你可能上次買到就是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判別你的 靴型或喇叭的時候 只要把你的褲腳往上折 褲腳往上折 你發覺你的褲腳 如果大過你的膝蓋 三分之一以上 褲腳大過膝蓋的寬度 三分之一以上 它就是喇叭 有些大到最大 還會大一半以上 就是你的褲腳 會比你的膝蓋這個地方寬度 寬一倍以上 對 就是越寬就是喇叭 但是大概像這樣子 它沒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寬度的話 就是屬於靴型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你看 像這種S型的女生 你看她穿起來的時候 這整個細節的設計 你會覺得弧度是很美的 是 像今年很流行 靴型的 你看像這個 它就屬於小靴型 你看 折起來 它只有多一點點 所以它變成是 大直筒小靴型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穿 高跟鞋習慣的人 就是你穿鞋都穿平頂的 就要穿比較直一點點的 然後這一件你看 它就是屬於靴型偏喇叭了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的寬度 那這一條褲子 它的料子 就屬於比較軟一點點的 看得出來 然後它是屬於花型的喜色 那下這一件 這一件看起來好瘦 對 很直 那個線 這一件其實它比較 就是心機一點的就是它 因為一般在穿這種 靴型或喇叭褲的時候 這個膝蓋的位置 就是常常每一個人都 我們都說要洗色要洗色 可是常常因為 每個人的身高的不同 這個膝蓋 人家的膝蓋在這裡 你的膝蓋色是洗到這裡 所以你的腿比較短 膝蓋色都跑掉了 所以它這個 它把膝蓋色的範圍 你有沒有看到 拉長 太好 好長的膝蓋 對 它把膝蓋色拉長 好貼心 難怪我會覺得很長 對 它把膝蓋色拉長 然後再來就是它把深淺的 顏色的比例也做大 對 所以讓前面的這一條 看起來會覺得比較瘦 然後再來就是 褲子的後方的口袋 也變集中 你看它的口袋也會變集中 所以屁屁會往中間集 已經有一個小孩的孝萱姐 完美的身形搭上睡醒褲 完全是辣媽無物 挑選牛仔褲時 後方口袋的位置也很重要 口袋月季中 就能讓餐型更美麗 我們再看一盤 褲子好瘦 好瘦 我剛剛放進 它也是 就是那個作色 洗色 對 弄得很明顯 其實很多的牛仔褲 有些瘦牛仔褲 它很多人會問說 為什麼有些牛仔褲 兩千塊就有了 有些牛仔褲要一萬多塊 兩萬多塊這樣子 那其實是在於 第一布料的舒適性 還有它的洗色 因為大部分那種大量製造的東西 它是用機器洗的 所以所謂的機器洗的意思就是 它有點像生產線 它在褲子的褲腳 就是我們褲子在做的時候 就是一片接一片 前片接後片 它用機器洗的時候 它在裁這個褲腳的時候 它就直接把它洗色了 但是一些比較高單價的牛仔褲 它是褲子成型之後 再去刷 再去刷洗 像亦凡她身上的這條牛仔褲 第一 它穿起來是不是很舒服 非常舒服 它這條牛仔褲 而且非常就是整個色彈 感覺是可以注意講的 很Q彈 真的 這很舒服 看什麼 有點像Legging了是不是 它其實是Legging Jeans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洗色 你看 它的洗色 你看 以它的個子 這個洗色膝蓋是在膝蓋 真的 可是你說高一點怎麼辦 我告訴你 高一點它穿起來也是在膝蓋 對 你看 他們家就是會把膝蓋的洗色拉長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因為它把這個膝蓋的洗色拉長 下方的顏色是深的 你會覺得它原本瘦的 然後很多的Legging Jeans 它會做到就是整個是這樣 對 那樣子反而會讓你的小腿肚 看起來胖胖 你看 來 亦凡妳 不要穿那麼卑這樣 對 你看 如果你穿的是這樣 你會發覺你的腳是歪的 對 腿型會歪掉 對 腿型會歪掉 然後洗色的地方就會跑掉 可是現在這種Legging Jeans 它就把它做有一點點鬆分 然後穿Legging Jeans的時候 如果你是肉肉的女生 在穿這樣子的Legging Jeans 最大的一個秘訣在於 把上身放鬆 所以像亦凡她這一件 她這一件襯衫其實 它是一個球型剪裁的 它前面她是把它車進來 收進來 收進去 收進去 它不是展開來的 所以它會讓人家覺得 你的臀部的地方是窄的 然後腿是細細窄窄的 然後再搭配上一個高跟鞋 你今天很正 很正 今年其實很多這種Legging Jeans 然後當然破壞型的Legging Jeans 好看喔 然後再來是這一款 它是貼腿的小直筒 所以這種東西 這種牛仔褲適合的是什麼 適合的是 就是小腿有運動的肌肉 但它有腳脖子 它有腳脖子 可是它這一塊肉特別大 這個就可以修飾掉這種的 就可以修飾掉這種的 然後再來雪花 因為復古一定要有雪花 因為今年的復古年代 所以這種雪花牛仔褲還是有 但今年的雪花 比較不是藍白雪花 黑灰雪花 我覺得是可以投資的 黑灰的雪花或者是白 白色為底 然後淺藍的雪花 然後你看像這個 這個Legging Jeans 它就是透過布料的剪裁 對 它是利用兩塊不同的牛仔布料的剪裁 就有點像我身上這種 你看今年會有很多這樣子 就是趣味的 一材質的處理 一凡看起來也太纖細了吧 挑選Legging Jeans的時候 除了材質的舒適度之外 好的刷色和版型 也能讓你看起來更修長 咖啡寬鬆的上衣 肉肉女也能有完美比例 如果說妳是像嘉欣 就是比較瘦瘦的 上身比較扁的人 扁扁扁 上身比較扁 它就可以是寬褲子加寬鬆上皮膏 因為它的 好好喔 你都可以吃到飽 不會 都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都說時尚 時尚的人是要小胸部 沒錯 對 我們是小胸部 終於可以大勝 沒有